是7月10号 现在是晚上了8点多 就在两个小时之前 A股终于迎来了 重磅利好 可以说用今天大利好来行 也不为故 什么利好呢 村里终于守得下手了 从明天开始暂停转融通 那么以前的这些存量 要在9月30日之前了结 同时把转融券 担保比例 从百分之八十调到百分之百 私募的担保比例 从不低于的百分之百调到一百欧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磅的信号 A股在此新起新一轮的反弹 势在必行 那问题呢 这里的反弹会不会像去年的 那个降硬花数一样 迎来一个高开低走的 杀跌模式 会不会像这一天一样 大家觉得反弹的目标在哪里 反弹的重点在哪里 当然这些我们就当下的市场 做一个技术解读 讲之前评论区一包888支持一下 觉得我讲了有点点赞加关注 现在问题是空窗的该怎么办 明天如果大高开你追还是不追 其实现在问题的纠结点在于明天 如果在利好加持下会不会像是吧 去年一样直接高开低走的大阴霸杀跌 有没有这可能性 我觉得很少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吗 去年A股出现一个什么大阴霸杀跌 所以这一天降印花税的时候 原因是什么 是云运是降印花税 有很多人认为是大利好 要暴涨 大涨都对 很多人就在这里顶 但是最终被什么 被有一些人给利用了 利用转融通 大量的借出股票在这里砸盘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大盘就被他给压下来了 但这里不一样 这里本身它是限制的 转融券的借出 所以他没有那么多票给你砸了 后会问你这里高开 就对于多方来说 就是一个做多的机会 良机 所以朋友们不要担心 明天会出现像去年那样的 是吧 高开低走的大一半 我觉得这可能性是非常之小的 但是这一轮反弹能反到哪里去呢 3000点肯定会到 那么3000点要到的话 会不会突破前面高位3174 就在刚刚我又看到某些博主说 A股要涨到4000点 4000点博士目 今年下半年要开启一轮轰烈烈的大流市 大家觉得有没有这可能性呢 有没有 就是说这个还要文史上涨 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世界 它为什么会暂停 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我们高层放了很多很多的招 这些招几乎都没用 拉不起指数 拉不起中国股市 所以不得已暂停的 只是说暂停 并不是说废除 并不是说永久的停了 对不对 这就是重点 还记得吧 年初的时候 我们这里出现一波微型的一个反转 您的500点的大反弹 对不对 500点大反弹 但是现在怎么样 现在又回来了 又回到这个低点去了 那为什么走出这低点 原因就在于什么 当时我们的IPO 是吧 几乎属于暂停的 当时我们的转融券 几乎也是属于暂停的 还有就是什么 还有就是链化 也是控制的 当时也算 几乎也是属于暂停的 但是自从涨了高位以后 到了高位以后 一切都恢复了 辛苦恢复了 转融通也恢复了 链化也恢复了 对不对 现实是又给了市场很很一二招 很可能一八招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回来了 现在的转融通停了以后 会不会赢了一波上涨呢 上涨肯定有的 好 因为这里会迎来一波比较乐观的反弹行情 所以朋友们要抓住机会 在这一波反弹的过程中 把今年上半年亏的捞回来 捞回来以后怎么办 捞回来 我觉得大家没有不要给太多的幻想 捞回来以后 该减点仓减点仓 尤其是满仓的重仓的 还有什么借钱的 如果说这里来一波大反弹的话 有机会要你什么高位出逃 要你回本的话 赶紧的先把什么 把这个加杠杆的先出掉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还有理由 有些是马仓的 是吧 被套了好几个月的 那这一轮反弓 有机会让你解套出来的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把仓位相降一下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最怕的就是什么 最怕的就是 跌的时候你死扛 涨的时候你是吧 涨的时候你看到 眼看就是什么 眼看就回本了 眼看就要到了 哎你又又又到你的成本价了 你舍不得出 结果来又走出一个什么 过山车的行情 这种最难受 大概是还是不是 所以我一直强调大家 是吧 A股不管是哪个板块还是个股 反弹到了前高附近 让你能够回本 让你能够有机会高位出逃的时候 永远都是对的 你出来了 你在高位跑了 对吧 顶多你就是少赚一点 但是如果你在高位不跑的话 又跌下去 那我告诉你 你会非常难受 非常之的煎熬 那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好 通过转融通暂停这个事 我们从经间发现什么 其实我们的村里 估计在放大招了 因为我在前几天跟大家说过 我们市场不能再这样子了 还记得吧 我们市场再不涨的话 会很麻烦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全球股市 几乎都在上涨 都在创新高 你看纳斯拉克 都在美国纳斯拉克 又创了历史新高 天天涨天天涨 好 那你看我们隔壁的印度 日本的股市 是不是 日本股市也创了一个历史新高 这段时间也是在加速上涨 还有包括印度股市 也在什么 也在不断的创新高过程中 那全球股市都在创新高 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都是热钱 热钱在追逐 热钱在追逐 那么在追这些市场的时候 他是不是撞的盆管包 可以说他们在参与这些交易的时候 是做了盆管包 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股市 由于转融通这个市 把A股的很多的一些票打的是非常低 包括我们的一些核心资产 我们的很多核心资产很低 比如说我们的某些中数头股票 他的他市盈率值得了 值得几倍 很低很低的 所以你想想如果漫威市场 就比如说美股 包括印度股市 包括东京股市 出现大幅度调整的话 那么这些国际的巨额 国际的这些活跃资本 从这些高位市场大幅度流出的话 他会去哪里 他肯定会到低位去抄底 我们的A股市场 但是他在抄底的话 肯定不像我们市场货一样的 我就买个小公司 我就买个垃圾公司 绝对不会这样买 他肯定什么 他肯定买你中国里面的最核心的 最优质的一些公司 所以我们的这些最优质的 最核心的公司 就会被人家给抄到顶 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 其实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高层已经在做这个事 为什么 现在大家能够理解银行板块 出现上涨了吗 你看板块你看 从点出这个位置上涨 到这个高位已经涨了 涨20个点以上 为什么涨这么多 原因在什么 因为银行才是我们国家的 最优质的资产 最核心的资产 对不对 因为银行现在的市盈率是非常低的 为什么银行是最优质的资产 很简单垄断 是不是 银行是躺着赚钱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利润 都被银行给吃掉了 是不是 所以如果我们的银行 在这个地位被人家给抢掉 筹码的话 你想想会是什么样的 尤其是银行属于金融行业 如果我们的金融行业被外资 给卡住的话 那又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结论 所以银行板块上涨 我觉得就是我们打赢 金融反击战的第一关 银行是拉起来了 好 那么现在 高层放出了转融券这个视线 停了以后目的就是什么 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核心资产给拉起来 朋友们接下来我告诉大家 就是不管今年出的还是去年出的 多个措施 我们可以发现 国脚条出现以后 我们A股的风口炒作思路明显来转变了 所以朋友们核心资产接下来就是重点 短期的话 可能一些小票 一些小票 有一些机会 拉升 有一些机会起来 但我觉得这些的话 大家一定记住 能够解套的 能够跑路的 赶紧的先撤 先跑 你要把你手中的一些资金 大堆去什么 去考虑优质资产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不要再次犯正下错误了 如果给你这个机会 你不跑的话 那么你想想 后面这些所谓的垃圾票 再次回来的话 你可能真的逍遍无论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好 那从市场反应来看 如果在这里出现大反弹的话 哪些行业机会最大 我们可以回看一下 去年到今年这几波反弹 不说别的 就说在这里的这一波反弹的过程中 在这一波连出的反弹过程中 大家知道哪些行业是反弹 是反弹速度最快的 是最有机会让你回本的 是最有机会让你吃肉了吗 科技 还有一个就是汽车 所以我们一定要盯紧的 科技加汽车 这个是我天天讲 天讲的 如果你盯紧的这个方向 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那么科技的核心 我也跟大家说过 就是人工智能 机器人 华为概念等等 这些方向 大家是一定要跟紧的 一定要有助了 重点在什么 重点在人工智能 以及AR这个方向 所以AR这个方向 也是大家需要特别留意和重视的 好 汽车 汽车核心在新能源车 在新能源车 那么我们盯紧的新车车 以及这段时间 有利好加持的无人驾驶等相关方向 这个方向 短期还是存在机会的 我在前面的视频 也跟大家讲过 调整任然是机会 调整任然是给大家上抽的机会 所以大家要抓住这些重点 抓住这些机会 争取把年初亏损都捞回来 这里我再给大家提醒一下 A股反弹了5000多支票 它不会所有的票多涨 不会所有的板块多涨 只有获得资金关注的核心品种 才会涨 所以你要抓住重点 有助核心 才能够快速的回本 是